很香 吃了懒笼 你就减少了春困 就又不犯懒了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金哲 唐老师 金哲这个名字很特别 它是跟气候或者天气有关吗 对 它是跟打雷有关 因为是雷 打雷了 然后折服在冬眠的虫子 因为打雷要惊喜 所以叫金哲 原来是这样 雨菲你知道吗 老北京有一个习俗 就是金哲这一天要吃懒笼 懒笼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 懒笼是长什么样子 是啊 那我带你去尝尝吧 好 谢谢 唐老师 懒笼这个名字 它是有什么来源吗 这个是怎么做的 那么它是先把面粉发 要发面 发完以后 擀成薄薄的片 一片了 然后再把肉铺上 对吧 肉围好了以后再铺上 然后再卷卷 两头要给它捏住 对吧 要别跑气了 针手指头吃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懒人适合 适合懒人做的 快截变了 所以这也是叫懒这个字的来源 懒字的一个原因 所以它还有这是胖型的大脑龙 它还有一种是能团成一团 圆圈的形状 也是个龙的形状 从形状上也是有一个象形的 象形的 那为什么要在金哲这个时节吃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金哲这个时节吃呢 我们说呢 金哲跟2月2是重叠的 2月2龙抬头 是不是 是它的特征 当时呢 讲了天上的降雨 是由龙来主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东方它会下雨 这个懒龙呢 也是象形 这是个口才 与水分配 然后风调与水 吃了懒龙 你就减少这种春困 比较的精气神 有精气神了 就是凡了 另外通过这个说法 让人们呢 因为这时候开春了 就需要下地干活了 让大家振奋精神 来鼓励大家勤劳工作 看桌上还有一盘水果 这也是金哲我们要吃的是吗 对 这是梨 那么金哲吃梨呢 是有讲究的 一个呢就是它的鱼翼 鱼翼呢 与梨 与虫分离 另外一个金哲吃梨呢 因为梨呢它是润肺 对吧 嗯 有降噪的 那么春天呢 干旱呢 它能够降噪 金哲这个节气啊 陶石华 陶树呢 开始开花了 我们就是耕田种地 春天播种 应育了这个希望 经过辛勤的老作 然后呢 未来呢 就是一个丰收的年纪 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